经济部国贸局在昨天晚间公布了中国大陆制的细植卫管 也就是俗称的鼻卫管停止输入台湾 部长王美华表示 医财工会日前提出 陆制鼻卫管有低价轻销的情况 经过审议决定禁止进口 而国内医院目前都是使用台制的鼻卫管居多 所以这回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不过就怕未来市面上鼻卫管数量变少 价格恐怕会攀升 小心翼翼替无法吞咽的病人 救命医财也被列入禁止输台名单 经济部国贸局公告中国制细植卫管 也就是俗称的鼻卫管 即日起禁止输入 医财工会有来申请说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是低价竞争 有不公平竞争的情形 最后是用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形来决定的 那这个这样的机制非常久了 跟他们的价差太大了 所以医院向照表的机关 他们都是以低价 大部分都是用大陆的产品 有医财行私下透露 国内业者在去年多次向工会反映 担心台制鼻卫管和陆制鼻卫管成本有落差 失去招标竞争力 实际询问一般医财行 零售价台制鼻卫管 一般规格每条120元 两节市每条350元 大陆制的一般规格每条100元 没有生产两节市 价差约20到30块钱 大概是一个月换一条 功能上没有影响因为它毕竟是消耗品 之前有消费者反映过 他们使用大陆的会有比较多的异味 根据食药署说明 目前鼻卫管国产业者发放四张许可证 输入厂商中国有四张许可证 韩国则有一张 即日起禁止中国厂商输台 市售商品数量减少 价格是否会跟着攀升 我们用的这个细子鼻卫管呢 是都是用台制 因为这个选择性变少 而拉高这个价格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比较注意的 他们有说他们价格不会涨吗 因为价格都是市场上的去决定 这个他也没有当场去讲 鼻卫管回归国内市场机制 价格是否因此波动引发关注 据掌声红盛台北采访报道